我是姜哥 我下班了 为什么下班这么早 没货啊 今天早上你看我从Alberning回来 然后送到现在 我拉回来的时候是中午12点 中午12点了 然后我又从公司的院子里面 拉了个空柜 送到纽约去还 NICT去还 还完柜子 没事干了 还完柜子 拉回院子 没了 没活干了 空荡荡的码头 惨不忍睹的惨当 所以 今天没啥事情了 咱们就怀念一下去年 怀念一下去年的行情 去年啊 其实很多人啊 我们刚才行太晚了 像早年那些老司机啊 多多少少带点走私的货 带点走私的草 搞点海鲜 从加州拉到东岸 你说违不违法 当然是违法的啦 想都不用去想 那么 问题来了 在美国哈 几岁可以抽大马 到底几岁 其实我告诉你啦 其实 法定年龄是21岁 那么 21岁才可以抽大马 那我在街上 现在纽约的街上有多疯狂 基本上 十几岁的 我也看到 那个小老黑也在抽 所以说吧 民主党州啊 已经堕落的很这样子了 各位 你们还住在民主党州干嘛 挣了钱 咱们迟早赶紧搬吧 你说 我最近看到一些节目哈 都是在教国内的小朋友怎么论出来 其实我都想说啊 论出来也没有卵用 这年头啊 美国已经变成一个 不是说非常好的一个 可以论出来的国家 早些年论出来的那些人啊 就是说头个 头五年论出来的那些人 哎 这一波人都是有钱人 那接下来论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穷人啊 可以说是在国内已经混不下去的人 才在想办法论 所以说 比较有钱的人都比较聪明 因为我早年的时候啊 在美国这边有做 做导游 然后呢 我经常接这些国内的高端团 都是私人定制高端团 他们不会去做旅游巴士的 他们坚决不抱团的 他们抱的就是这种私人定制油 然后我就开了我家的面包车 载着他们 然后呢 慢慢玩 但是呢 这些人 这些人啊 跟普通的那些旅游团的人 完全都不一样 普通那些旅游团的人啊 又穷 又寒酸 又小气 又抠门 啊 素质又差 那这些高端的呢 就相当于中国的精英啊 他们可以说 看过去 给你感觉一种很高大上的感觉 讲话 又好听 哎 我可喜欢他们了 可惜他们 可惜他们再也出不来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出得来 但基本上 据我了解的 其实他们不一定说想移民到美国 美国有什么好的 是吧 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 第一 叫做什么 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 确实是这样子 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垫底的 不一定是最好的 真的 不一定是最好的 好的 比如说是北欧那些国家 高福利 丹麦瑞士 然后 再去澳洲的附近去看看 澳洲其实 你再往新西兰去看一看 这才是有钱人 他们想办法要移民去的国家 然后呢 美国 美国为什么说 这么受欢迎 说白了 就是因为他钱好挣 他适合生活吗 他真的不适合生活 尤其是什么 这一个地方的人啊 说白了 都大家都是从第三世界来的 好不到哪里去 什么杀人抢劫放国了 哎呀 多了跟米一样 其实 如果是我 假如再给我一次移民的机会 我会选择去哪个国家 我就选去日本 我会选择去新西兰 我不可能会选择去美国 假如这是我有钱的情况下 然后这是叫移民 那如果只是纯粹去打工 那肯定挑美国没得跑了 然后呢 到了美国之后了 我们就挑那种比较有钱人的区 然后呢 好好努力 如果呢你高不成低不就 其实呢 真的 还不如别来 还不如去加拿大 真的 你就是混口饭吃 大可不必来美国 真的来了也没有什么卵用 我见过太多人了 来了之后呢 后悔了 这只是一条部分 咱们今天扯提扯远了 咱们刚还没讲大麻的事情 聊大麻呀 21岁啊 在美国才是 才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 大于等于21岁 你 抽大麻才是合法的 但是这个抽大麻 你不能在大大街上公共场所的地方抽 但是这是 其实如果按严格来讲 哈联邦其实还没有合法 那么比如说你在纽约的大街上 这样子抽公共场所 禁烟区你这样子抽 其实警察是有权利给你开发单的 而且呢 也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这本来就不可以啊 你哪里可以在公共场所吸烟呢 对不对 而且呢很多人会反感这样子 然后呢 最多最多哈 你一次性可以带在身上的 纽约州的 你可以带在身上的 这些 那个大麻的量 可以带多少 就是 3到 3到那个85盎司 其实没多少啊 这个是什么概念 嗯 一块牛耙 一块牛耙 可能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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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颗鸡蛋的量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你只能带这么多量的大麻 在身上 不能超过这个量 超过这个量 你就会被抓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从加州 运大麻 运到纽约来 各位啊 别放傻了 你用卡车运可以 你放到后面没关系 你不要放在驾驶室 抓到 进去吧 但是呢 真的会进去吗 其实你给的钱啊 就保释出来了 其实呢 你可以请律师 然后呢 你是打工的 你就说你是打工的 你不知道 但是呢 凡是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要运大麻 我就直接跟你讲 你就是把大麻 放到后面柜子里面去 不要发神经 你把什么大麻 放在驾驶室上 这是蠢人才会干的蠢事 知道不 啊 当我没说哈 各位当我没说 我说太多了 如果真要真要这么带的话 各位你就这么干 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么低 你带过来 我觉得吧 得了吧 其实呢 这一路上过来 你看哈 半站检查站 K9 我自己亲自在 亲自亲手 我因为我开的是加州车牌 然后呢 我在敦步经常这样子开来开去 然后我也在经常在敦步开 我就经常被K9的狗狗啊 就是拉着狗 警察拉着狗 上我车上去搜 搜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他就是盯着你 看着你就是从加州来的 就是像 就是像运这个东西的人 你看我像是运这个东西的人吗 看着还真的像 但是呢 奋劝各位啊 别这么干 会惹的一身骚一身心 如果你真的想干着汗 你就是干合法的 去OK州 去奥克拉罗马 对不对 去把执照申请了 合法运输 你爱运多少 爱怎么运 爱怎么开 都是合法的 但是你千万千万 不要从加州啊 人家给你点钱 然后呢 我认识有一个人 我认识有一个人 这个傻逼呢 没身份 然后呢 开着一台车 去帮人家运这个东西 太多人这么干了 他呢也没身份 但是呢 他刚买一台车 然后呢去每个州啊 自作聪明啊 去每个州 去偷车牌啊 去每个州偷车牌 他觉得这样子 你开着一台外州的车 在这个州开 不会被警察盯上 结果呢 好死不死 在路上的时候啊 被警察给破了 这种人就是傻自作聪明 你知道吗 警察 为什么旁边有两个摄像头啊 那两个摄像头是干什么用呢 各位 很多人真的是傻 那个东西啊 在我们纽约 就是你如果哈 这台车呢 比如说是被投被抢被盗 或者有问题 警察那个camera 一扫过去车牌 他这样子开过去 一扫过去啊 马上电脑马上就会 会 会响的 警察那个车会响的 所以说不要自作村民 会以为说 我到了这个州 我用这个州的车牌 我到了那个州 我用那个州的车牌 都是笨蛋 别这么干各位 行不通了 赶紧 断了这条心吧 人间正道是 人间 那句话怎么说的 人间正道是苍山 别看到这 然后又开始觉得闷闷不乐 和你这个傻屁 你懂个屁 是啊 我懂个屁 然后呢 被抓的时候 哎 为什么那时候不听这个傻屁说的话 我要是不再吵就好了 对啊 你不再吵不就没事了 所以啊 我劝各位啊 别去债 啊 你真的要债 你要有自己的货仓 你要有自己的柜子 你还有有人给你派档 你还有BOL 假如被抓了 你还要说这批货 不是我 等 等你全部后面的屁股啊 都插得干干净净的 规划好了 万无一丝了 那你要拉 这是你的事情 我只说到这 这是你的事情 当然了 聪明的中国人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说到这里 掰了个掰 不说了 说太多 不好 教坏小朋友 不能再教了 我这没有教人家啊 记住啊 我这个视频不是教人家的 没有教 我只是愤圈各位啊 放下秃刀 不 别干坏事 真的 美国啊 只是警察不想抓你 真的想抓你的时候 分分钟的事 OK 别再搞吵了 各位 老老实实 go get a job 拜拜